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苏智 谢谢 谢谢 刚刚介绍了这个哲学的系里 咱们来点没有文化的 最近写不出来稿呢 压力特别的大 朋友们叫我出海玩 我也没有心情去 他说来吧 海水可干净了 我说海水再干净 也没有我的稿子干净呀 他说你不出来 在家里憋着也写不出来 还不如出来看看 我说我在家里写不出来 至少不会跳海 当然现在压力再大 也没有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压力大 生活成本太高了 有一次我的脸过敏 就去药店买那个红霉素软膏 我们老家都卖一块钱一管 我进去之后 医生跟我说 39块9 这么大一管 比我小时候的大十倍 我说怎么 我长大了 他也长大了 这该不会是红霉素的家长吧 我觉得太贵了 我就问医生 我说你看 我这个脸也不大 能不能散卖呀 医生说还想散卖 你脸怎么那么大呀 我看你这个脸 我想贱卖 我就犹豫着想走 医生说你别犹豫了 快买吧 从你进门之后 你的脸越来越红了 再不买 红霉素可能就治不了了 但其实医生不知道 我后来脸红 不是因为过敏 只是因为窘迫和尴尬 我那会就明白 为什么人在窘迫的时候 会脸红 那是生活打了你一巴掌 这么窘迫呢 是因为我那会没有工作 那个时候可以说 脱口秀就是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呢 就全靠之前的积蓄维持着 有一天 看了一眼积蓄 感觉应该活不长了 为了延长我的脱口秀生命 我把每天活着的成本 压缩到三十几块钱 演出完 根本不敢打车回家 打车回家 虽然可以节省一个小时的时间 但会浪费三天生命 不敢乱花钱 甚至有一次 我跟一个喜欢的女生 一块逛街 你们也太没有见过世面了 逛街 就逛街嘛 夏天 热的都不行了 我就冲进便利店 拿了两块雪糕 准备降降温 一问店员 一块三十八 降温效果确实好 听完 我后背发凉 但那个时候 我太穷了 当着女生的面 我跟店员说 我们不要了 气氛直接就降到了冰点 说完就感觉 我耳边环绕着一个声音 你是不要雪糕了 还是不要爱情了 还是不要脸了 我说我都不要了 我要活着 然后我就放回去了 跟那块雪糕 一块放回去的 还有我那张滚烫的脸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 我那张脸就丢在了 中山北路 那家便利店的冰柜里 直到后来 我入职了效果 发了第一笔工资 我觉得是时候 把那张脸赎回来了 打车去到那家便利店 那是一个冬天 我顶着刺骨的寒风 冲进去 拿了一块雪糕 我都没问价 结账 他说58 我说 这个怎么数晚了 还有利息是吗 当时就后悔了 冲动了 今天就不应该打车来的 最后还是买了 为了多享受一会儿 小人得志的快乐 那个雪糕 我都舍不得吃 当时怎么说呢 就是捧在手里 怕话了 含在嘴里 怕话了 当时就是怕话了 握着冲凉的雪糕 感受到的全是生活的温暖 当时在寒风中 我举着雪糕大喊 失去的我一定会拿回来 何广志 从此你也游泳了生活的话语拳 说完 咬了一口 把嘴沾上了 寒风中 我身体的温度 再一次降到了冰点 那会儿压力很大 很多人都会选择 养只宠物 来陪伴自己 我去宠物店 看了一眼价格 发现 唯一能买起的 就是豆猫棒 压力更大了 当时看那个豆猫棒 我都心动了 我说这个豆猫棒 好像也能缓解压力 倒时就有一种感觉是 我不配养宠物 就那宠物店的宠物 住得比我都好 他们都是单肩 独立猫沙盆 我还得每天跟室友抢厕所 我有感觉 他们如果谁跟了我 得多倒霉啊 店员还跟我介绍呢 说这个猫就是可爱 这个猫呢聪明 这个猫呢就是活泼 我说 就有没有那种 能吃苦的呀 心理素质好的 能接受猫生大起大落 还能自己抓老鼠的 朋友说不行 你可以养一只流浪猫 但流浪猫 他们也不跟我走 因为吃得比我好 就每天会有人 投喂他们猫粮 我带着吃剩的麻辣烫去 刚放在地上 就被阿姨拦住了 是垃圾扔在那一边 我感觉就算是我 带回去看一眼 他们第二天也得跑路 走的时候 可能还得说哪去 我倒不是多么热爱自由 我们流浪猫吃不了这个苦 好在流浪猫吃不了的苦 我能吃 谢谢大家 我放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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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